血噴滿地 疑似彈殼的不明物體散落 角落還有一把黑槍 行凶者疑似躲緊逃逸時 不慎掉落 監視人員拉起封鎖線 按夜池手電筒搜證 你有聽到槍車嗎 我聽到槍車 我聽到槍車 目擊民眾議論紛紛 因為嘉義市西區平等屆一間水電行門口 10號晚上金船超過10人 持刀亮槍 撥火泄斗 尋求過程中 有兩名水電行師傅遭砍傷 一名19歲男子刀傷15公分 另一名45歲男子刀傷10公分 全身血送一擊救 我停在我們這邊的門口 我不要再大處 你車停要停 我就下去有個筋 那頭又叫人家 我在那裡還有個筋 帶頭行凶的落三台車 再一堆人來給血的教訓 原來疑似是鄰居 為了停車位起糾紛 有看到疑似一把類似玩具槍 目前鎖定相關的特定對象 在追查當中 索性傷者吳大愛 快打部隊也將現場6人 帶回派出所要調查釐清 為車位卸鬥背後還有什麼引擎 這張是明顯深藏報導